透过议审,希望能够宣导慰教观念,让居民更重视自己的健康物。 宗教合作并非是妥协或万教皈依,更不是宗教融合。 最重要的是维护基本人权,改革社会风气。 此次与坊山加入国小分校所举办的联合救济活动, 由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慈善单位来共襄圣举, 证明了刑善不分彼此的事件之道。 非常赞谈,我非常谢谢所有我将来的这些事件之道。 那今天呢,跟这个高雄县南盛,南盛政府慈善会的邀请到凡山区公所来发放物资。 那我们就是本着这个慈善的大家慈心啊,来做共襄圣旗啊, 可以到这边来我们都非常的高兴。 说起来,可以说大家呢,对这个祖前浪民都很用心, 啊,你这帮助才会困难的人。 所以今天呢,我们好的祖前公主会呢, 同样,在过去做这般的祖前团民团队活动呢, 我们还是都可以尽量来参加, 让大家可以这样, 应该需要帮助的人有一点的改革。 眼见台湾这几年的经济走势, 相信民间的合作力量是很重要的, 特别在救济时刻, 透过联合救济,力量将会很大, 除了资源较多, 也能帮助更多弱势民众, 才不至于顾此失彼。 相信联合救济, 也是未来慈善单位共同发展的方向。 法界新闻吴庸曲,屏东采访报导。